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两天,上海有一座红楼引起了墙内外的讨论 在墙内大地上,这样的小红楼其实并不少见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京城东三环边上 长城饭店西侧夫楼之中,有一家夜总会 然后据最早的一批客人的体验,来这里玩,图的不是尽兴 是尊贵,然后陪酒的姑娘大都来自于艺术院校 谈吐才艺俱佳,能集习唱京剧,跳芭蕾 碰到动手动脚的客人,家人们会历生呵斥 这里是首都,这有点像那个古代的青楼了 皮肉生意是可能是人历史上最古老的生意 到现在也是生生不息嘛,现代版这种皮肉生意 它会和权力和各种东西交织在一起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墙内经常拿来宣传的 就是说墙内多干净 说是在周恩来的时候有一个记者 问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妓女 然后周恩来很机智的回答说是 有,是在台湾 我们来看1995年一个叫秦辉的商人 出价180万美元 买下了这家夜总会 并豪制1.6亿装修 把老式夜总会变成了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 拥有52间KTV包房的销金库 把原来的一个清楼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妓院 这个时候里边的那个家人就不再呵斥动手动脚的客人了 改为了明码标价 这个就是富如皆知的天上人间嘛 然后硬件之外 秦辉还打造了马仔队和红粉军团 服务生一律是短发 每晚8点营业前 每人的皮鞋都要擦到增量 一只茶垫要精确的放到床沿 离两边各20厘米的地方 服务客人的这个行体动作 专门由请来的这个老师培训 所以他的这个非常专业的在做这个皮肉生意 这些服务员是怎么服务的 就是跪着进出包间 跪着倒酒 跪着点烟 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恭敬与服从 秦辉就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官人想要的东西 然后这个服务生就向那个卫队 然后姑娘们的标准更为严格 身高1米65以上 面容经验 谈吐优雅 人数常年维持在66个 当中最有名的被称为四大花旦 其中那个花魁叫梁海玲 身高1米72 体重45公斤 有嫦娥之姿 至灵之声 引无数贤贵折邀 开业15年 心腹与老钱在这里交汇 请人与被请者都以来此地享受为荣 当然这个时候的这个小姐 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才艺了 根据一位曾经的这个客人回忆 走进大门后 会有人递上热毛巾 给服务生的这个小费最低500 从门口进到里面 满眼短裙玉腿的女孩匆匆而过 脚上穿着价值上千 金银色带钻的公鞋 到了大厅 有瘦皮打扮的女孩在跳钢管舞 不时会有漂亮的女孩子主动迎上来聊天 陪聊的起步价是1000 聊得好也可以带出去 出厂3000 包业5000 哇 当然几个头牌都要预约 费用上不封顶 这个就是一位曾经的一个客人回忆的 我们看这里面的消费就是很高的 当然是老百姓消费不起嘛 当年网上流传一篇天上人间夜总会消费指南 文中以常客的这个口吻说道 如果你不是外国人 不是公款消费 也没人请你去 那我建议你不要去 里面一瓶啤酒的价格是七八十 你肯定嫌贵 天上人间的这个会员卡 预传额度从3万到100万不等 即便这样 不预定周末根本排不上好 依托天上人间 从未宣传 却越扩越广的这个诱惑神话 秦辉结识了不少手握资源的达官显贵 这些朋友帮他从银行拿到了10亿贷款 就跟这个近期爆出来的上海这个小红楼 很像的地方就是这些商人 然后通过这种夜总会 天上人间 然后结识这些官员 从中就能够拿到很多好处嘛 这个秦辉就这么操作的 2003年 秦辉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公司 还买下了北京车展上 唯一一辆家常金利 标价为888万人民币 林燕公司和豪车是进军资本市场的标志 此后他入主了多家香港上市公司 有谭永林 曾志伟投资的东方魅力 创刊70年的长报 以及杨兰的阳光卫视 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 灼精气商业帝国 从铁矿石商人 变成了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 这种皮肉生意做起来很好做嘛 然后同年11月 沦为资本运作平台之后 这几家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 得不配位的财富 必然会反噬自身 2005年 随着两位高官的落马 秦辉也被警方带走协查 其中一位因贪腐数额巨大 被判处死刑 我们知道高官去他们消费之后 然后秦辉就相当于是有高官的把柄嘛 他会用这个东西来要挟高官 然后高官就会为他牟利嘛 这种官商的这种合作方式也是在墙内是屡见不鲜嘛 同年11月 天上人间头牌 梁海玲被人勒死在朝阳知名小区的家里 留下千万遗产 据调查 痛下杀手的是其包养的两名男子 然后老板被拘 头牌横死 消禁库 霓虹依旧 遗忘每逢警方检查 天上人间的服务生和陪氏都特别震惊 保安还会对大家说 没事没事 别着急 该干嘛就干嘛 他们一会就走 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他们看你过来 都是很鄙视的那种眼神 无形当中让你感觉到 你闯入了人家的地方 然后2011年新上任的这个总普头决定烧一把火 我们知道这个总普头前阵子刚落马嘛 5月11日晚上 数十辆警车 百民干警紧急集合 所有人暂停与外界联络 兵分四路 目的地是明贯京城的四大夜总会 天上人间 明媒夜宴花都和凯复国际 当晚警方在这四家娱乐场所中 查获了有偿陪侍人员557人 天上人间的118名小姐全部遣散 歌舞厅营业部副总经理 因介绍卖营获刑四年 再不久就是那个花都被封门 然后夜宴饭唱 东三环边上 再无天上人间 这个就是关于那个很传奇的这个天上人间 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这个秦辉是怎么捞进的嘛 这是很好做的生意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当北方的先父争相一睹 天上人间芳容的时候 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都为一句话激动不已 去东莞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那里充满了机会 打工销售 美甲卖楼 能让年轻人觉得第一桶金的机会太多了 每两天就有一场大型招聘会 东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如今是珠三角重要的商业 服务旅游业及工业化尝试 更是以国际加工业闻名的世界工厂 根据数据显示 东莞有常住人口1046万人 外省人口约占一半 建国之后 东莞最早以农业闻名 全国因岭兰地貌 一年四季都可耕作 70年代 全国有三个农业产粮最高的县 第一个是吉林榆树 第二个是江苏无县 第三个就是广东东莞 改革开放之后 到90年代中后期 然后各路的资本就涌入泪地 东莞各村镇纷纷加入了招商引资的队伍 早年下海闯荡的本地包工头 回乡购置了大片土地 因为地处深圳与广州的中间 为了留住往来的港商台商 一座座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每个豪华酒店背后 都有一段当地大家族的发家史 然后丰富的土地资源 是东莞经济腾飞的翅膀 但也孕育出一个异样的果实 就是色情业 一个当年去东莞打工的青年 对第一次去夜总会的经历记忆犹新 一进门我就被镇住了 门口站了两排姑娘 少说也得七八十个吧 个头儿比我还高 我哪见过这么多漂亮的姑娘 头也不敢抬 往前走 就感觉去包房的路怎么那么长 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 从东莞的星级酒店 从十几家发展到了近百家 其中五星级酒店多达16家 当时全国一共 250家五星级酒店 东莞占到了全国的5% 而这些酒店的这个入住率相当高 200多个房间 每日都是爆满 两三年就能回本 然后在东莞的这个后街镇 方圆三公里内 分布着20多家星级酒店 跟出租车司机提路名 往往摇头 提酒店马上就知道怎么走 当地的第一家歌舞厅 第一个桑拉玉都 出自老牌的后街大酒店 新世纪初的那几年 因制造业崛起 来到东莞的打工青年 都会被豪华酒店镇住 香港千元一碗的五星级 在这里只要三四百元 被称为令全国酒店业 侧目的东莞价格 然后闲谈时 很多人都听过在喜来登 嘉华国际等酒店桑拉部 上班的同乡 买房买车的故事 一位台商如此讲述 自己的消费经历 到酒店后 服务员会打电话到房间 问你要不要桑拉技师 管事服务的特点就是 流程标准化 两个小时的花样 多达几十项 这种模拟正当行业的 规范经营 减轻了客人的犯罪感 让人觉得就是在正常消费 然后我们知道 香港有一部三级电影 叫一路向西 就是在描写管事服务 然后2014年2月9日 央视新闻直播间 播出了数十分钟的 专题节目 内容是记者在 东莞隐蔽拍摄的 十多家娱乐场所 色情服务的画面 涉及东莞中堂 黄江 凤港 虎门 后街五个镇 让观众震撼的画面 有太子酒店的 裸武选秀 还有新世纪酒店 公然播放的色情录像 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 就准备收拾它了嘛 2月9日晚上 历时三个月的扫黄 专项行动开始 力度堪比反恐 当年11月 东莞最有名的夜总会 盛世歌潮宣布结业 一位同行表示 一代传奇消失了 行动过后 各地出租车 司机的月收入 少了一两千块 收入高 出手大方的客员少了 客员指的 就是酒店桑拉布的女孩们 她们或销声匿迹 或北上南下 在这里 很少能找到真爱 部分人的生活轨迹 如出一遮 就是先经历 电子厂繁重的工作 后因各种原因 转头酒店业 这时同乡男友 有了新欢 自己也被工作变得麻木 有人就此失去了底线 再回头来看 这两座红楼 在厦门湖里区 和上海的杨浦区 各有一栋 不起眼的七层红砖小楼 这个两栋红楼 西日的主人 年纪相差15岁 一个是50后 一个是70后 相似之处 都是犯下了 千层面甚广的滔天大案 50后的走私 70后的涉黑 厦门的那栋小红楼 开业于1996年 国庆节前后 对外的名字是 远华公司 招待所 我们知道这个 后台老板是赖昌星 然后他跟一个 很有名的女星 牵扯在内 就是杨玉莹 一楼大厅墙上 挂着红运当头的 草书墨宝 二楼是餐厅 大厨请自香港 餐桌都是红木的 燕窝 鱼翅 鲍鱼等食材 都是上品 三楼桑拿 浴缸是双人蒸汽冲浪的 四楼有KTV包厢 五池 主人赖老板夫妇的 卧室是在五楼 红楼里的卫生间 都装有高级音响 在那些开业的夜晚 红楼前的院子 停满了公车 有人下车 就迫不及待的往里冲 有人绕到消防T2上 红楼里的一切服务 都是免费的 赖老板说 不怕什么法规条文 就怕领导没有兴趣爱好 赖老板就是赖长星 生于1958年 老家是福建临海的一个农村 他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 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外出谋生时 显露出了经商天赋 1979年 他就跟几个朋友 开了一个小配件厂 凭生产汽车 罗帽成了万元户 然后买了一台 纺织机器研究 在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 大量出口服务的时候 靠制造售卖纺织机器 完成了原始积累 90年代 赖老板走关系 成了港商 他描上了能带来 巨量财富的生意 走私 然后我们现在就知道 赖洞下面的红楼 是用来干什么 就是来疏通关系 摆平各种麻烦的地方 赖老板一直相信 钱能摆平一切 直到1999年 依逢74页的举报信 把他的生意尽数曝光 带着千万巨款进京的赖老板 妄想逃过此劫 但内线跟他说快跑 1999年8月 下令收网的专案组破了个空 赖老板在最后一刻 逃离厦门 远顿加拿大 外逃12年之后 他最终被引渡回国 判处无期徒刑 厦门红楼关门4年之后 上海阳浦区 许昌路632号的 七层小红楼翻修一新 开门迎客 这栋楼的城族人名叫赵富强 他的办公室在四层 屋里挂着十几台显示屏 屏幕里监控的是他在全上海的产业 这就是近期大家讨论很多的上海的小红楼 1973年出生的赵富强是江苏太星人 90年代来上海开裁缝店 后来在裁缝店旁开了两架 涉黄美发店 期间他发现房屋转租有利可图 就拉帮结伙 利用坑蒙和暴力等手段垄断房源 暴力收租 小红楼就是赵富强 俯视官员 拉拢保护伞的公关部 里面提供服务的女性 都是被他暴力胁迫的 从迎接客人到陪吃 陪喝 陪唱 陪睡 都要遵循赵富强制定的内部群工作制度 喝一壶酒 奖励500元 陪领导唱歌聊天 奖励600元 陪睡奖励7000到1万元 套路租赁 暴力东迁 红楼贿赂 让赵富强从二房东变成了经营地产的老板 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一边叫嚣 杨浦没有我搞不定的 一边骗取市政府拆迁补偿款 及租金等共计5400余万元 2018年 小红楼里受尽折磨 被赵富强洗脑控制的女性决定反抗 两封举报信 引起了扫黑督导组的注意 2019年5月 光顾过小红楼的一位区领导 把赵富强叫到了办公室 要抓你了 快走吧 当晚赵富强带着三名女人 开车逃到了泰星老家 第二天下午 赶赴泰星的警方将其抓捕归案 他本来计划逃往太平洋岛国 挖入阿图 去年12月 上海高院对赵富强等38名被告人 涉黑案做出终审裁定 维持死刑 缓刑执行的原判 赖老板案发后 厦门小红楼曾作为廉政教育的示范点 前来参观的单位一拨接着一拨 大厅的墨宝还留着 有人说 感觉像参观地主的收租院 短短两个月 红楼内被全部腾空 这栋楼后来成了厦门职工服务中心 一楼是中移动营业厅 二到七楼都是办公室 如今 无论是京城天上人间 东莞的后街酒店 还是下户的两栋红楼 都已成为往事 偶尔有钱来探究的行人 年轻的保安会若有所思的点头 然后熟练的回答 里边什么都没剩下了 你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皮肉生意 我不知道 如果现在还有记者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妓女 我不知道我们的总理该怎么回答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一篇文章 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官商勾结 是怎么通过皮肉生意做成的 好的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